字幕志愿者 李秀博 它這個跟胡桑花是同刻的 因為它又叫做洛神葵 然後十點半之前它就會像這樣開花 十點半以後就會像這樣子慢慢的往內合起來 然後傍晚的時候就會像這樣子 整個縮進去 然後再自己彈出來 它要彈出來 種子才會慢慢的長大 然後花餓才會像這樣慢慢的肥餓 然後越來越大像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就要採收了 這個就是它的花 對 這個就是它的花 到過了夏天到秋天它就開始長 它就開花 然後就結果 現在大概九月中旬以後 其實比較早的就有了 可以到十二月 它是竹界的紅寶石 而且它在養生方面又是很好的一個食材 因為它有季節性 它只有秋天可以採收 那我們當然讓每個季節農場有東西給遊客來體驗 鱷神 鱷神倒是一個非常健康的一個食物 我覺得鱷神像我們種鱷神的話 其實坦白說都是自然農法 連這個化學肥料啊什麼那些 我們都沒有去處理 那像為什麼它常常會有一些螞蟻在這裡面 就是因為它本身是滿生態的一個作物 那我覺得說它常吃的話 多吃的話對身體應該蠻有幫助的 那我們採完這個鱷神啊 一般民間都是拿來做果醬或者是蜜餡 那其實它的籽也是可以拿來入菜 那還有它的根部都可以用 那我現在示範呢 就是用這個工具把它剝開來 那這樣小朋友來體驗這個DIY會非常好玩 看到沒 那等一下呢 我們把去完紙的這個花鱷呢 就拿去清洗乾淨 那再加上鹽巴 那我們DIY好玩就是會交替裡面 我就是 搖到 小朋友都會問說 那要弄到什麼時候 我們都是會搖到手段 好那我們第二個動作就是 加糖 糖就要多一點 大概這樣的一叉匙 應該怎麼樣 其實我們把它研發做很多 附加的價值的產品 那比如說我們的海洛布老鍋 那拌醬啊 就是用洛神花做的洛神花拌醬 對這個就是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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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falar的 認識當然 他真的很大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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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讓孩子們透過這個洛神花的一個栽種的過程當中 讓他們實際體會這個洛神花茶的一個整個成長過程 和到時候做成洛神花茶的一個製作的一個過程 那進而去體會到從種植的過程當中去瞭解到農夫的辛苦 洛神